我相信林茂基先生回到香港 他吸收到呼吸到自由的空氣的時候 他最大的感覺應該是 一種能夠免於恐懼的自由 他可以翻回來 我想香港的重要性對於所有人來說 就是我們在這裡有人身自由 有繞達的自由 有閱讀的自由 有行動的自由 這種自由是可以免於恐懼的 不需要像林先生或者李波先生等等 他們這樣去面對那種困難 那麼殘忍的一種情況 我們擔心的就是 中央會不會不能夠制約到自己 去逾越了界限 我們也擔心的就是 特區政府能不能夠守得住這個界限 一方面如果他隨便的逾越 另一方面是隨便被人逾越的話 香港的人生自由言論自由 我們免於恐懼的自由就會失去 那麼我們如果現在還不能夠走出來 為自己去奮鬥的話 我們將會進入這個困境當中 是無法翻出來的 所以為了免於恐懼的自由 我們明天就不能恐懼 我們明天就不能恐懼